我的事 成儿一直在闹别扭 这两日已经开始不吃饭了 他知道陛下会顾及舒家的感受 所以以此来要挟 干脆饿死他好了 你是在提醒朕当年的事吗 臣不敢 臣只是真心的气愤 朕信你的忠心 不过 承儿可是你亲生的女儿 说话也不要那么重 她惹恼了陛下 那就全由陛下处置 我就当没生过这孩子 承儿既是你的女儿 那就是朕的女儿 你狠得下心 朕还狠不下心呢 不过既然 朕把她当成女儿 那除了疼爱 还是要多加管教的 谢陛下宽厚 日后我定当 好好管教这个不孝之子 这孩子有些顽劣 也该收收性子了 他年纪也到了 不如朕给他说门亲事 如何 也望他在成年之后 能有所成长 陛下 这孩子心性尚未成熟 恐辜负了陛下的好意 此时应该严加管教 而不是赐一道恩宠 这赐婚的事 怕是要拖一拖了 不与承儿商量一下 承儿的心思我懂 他这直来直去的性子 我怕又触怒了陛下 这孩子城府深 心思正 这朝中上下 哪家的心思不在攀附上 他有所抗拒 朕懂 谢陛下体谅 朕心中倒有一绝佳人选 想与你商议一下 还记得苏启有个独子吗 可见过 记得 苏家的苏荣卿公子 苏家家教比较严格 许久之前 曾格沙见过身影 此子风平尚渴 虽未见过真容 可听说这位公子 自画双绝 都说他的墨宝和丹青 是可以流传于世的 那将这位苏公子 娶给承儿 如何 还请母亲大人赎罪 容卿现在不便下创行礼 不用 你好好歇着 务必把身子养好 我来时告诉你一声 你和树成婚约的事 陛下已经同意了 多谢母亲大人 孩子 你以为如何 事情答应他太过轻巧 只怕是留有后手 是啊 他的承诺 通常都以血肉来交换 你以后的路 将是一番千难万险的景象 一定要小心一些 多谢母亲大人提点 你好生调养 我先出去了 母亲大人 回到家中 孩儿很是高兴 回来就好 为娘担心死了 你要好好休息吧 我先出去了 兄长 请用药 我